薪子早安 我昨天晚上很早就睡着了 我想吃熔岩蛋糕 好 我给你买 仙气了 我今儿约了朋友呢 要是哪个帅哥呀 一号先生 好 徐家白每天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是跟薪子说早安 晚上睡前最后一件事 是跟薪子说晚安 薪子很少恢复 但这也打消不了她的热情 仿佛薪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 薪子稍有回应 她便更加殷勤 即使薪子一直回避在一起这个话题 她也毫不在意 她甘愿堕入这个甜蜜的梦里 这痴情啊 没准还是另一种套路 对吗 可是薪子告诉我 徐家本是很认真地对她好 很真心的 有 有多好 反正 比你对她好一万倍 怎么了 对人好也有错 对人好也有错 但是 老大 薪总好 花总 马上上去啊 好的 对人好的确没错 但对人好不是心动 你们女孩是不是都分不清 心动还有感动 我就不会被追求我的人感动 更不会因为感动 而变成心动 为什么呢 你想啊 一个人追你 肯定是因为 你身上有什么他需要的东西 但是你没有看上这个人 就说明他身上 没有你需要的东西 就因为他对你好 你就跟他在一起了 这未免 觉得被占便宜的 倒不是占便宜 觉得 违背了自己的初心吧 你真想跟一个人在一起 必须是 从心里喜欢这个人 而不是因为 对你好 这是一种将就 你这想法倒是挺别致的 有多别致 充满野心的别致 男人是不是都不太喜欢 太有野心的女人啊 男人只是不喜欢 比自己还有野心的女人 就一个目的 能hold住也行 还有一个标准 长得美 这点你不用担心 但凡是个男的长眼睛呢 都会觉得你很漂亮 他最会儿就会 你还要跟着 你还要不然 来吃来没呀 我想说是 买这么多男美 超市大水卖 吃啊 不 那个 一号选手送的 送的 你尝一个 送这么多 你们这是 又确定关系啊 哪会 这竟是需要时间检验的 陈墨那个前车之鉴在那儿 我可不敢着急 我觉得还得再好好考察一下 这次总算学聪明点了啊 我知道了 你放心 你看人家小猫 你有一个快递 我的妈呀 你买的啥呀 我也不知道 发工资了 我先进去了啊 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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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博等了小龙女十六年 盖茨比等了戴希五年 陈墨等零薪资的最高纪录 是从早上八点 等到下午五点 午餐 等成晚餐 前面还有一家 前面还有一家好看的 行 去呗 你累不累啊 不累 浑身抢日劲 就是这家 好看 特适合你 好看吗 你穿什么都好看 我拍两张 有有有 看啊 给你换个脚的 换一个 给你拍腿特长 好 美 谢谢了 没事 慢走 姿 买完了 走吧 甲板 我想吃这家冰淇淋 成啊 那我去给你买一顿 几楼 但不在这种楼 在北区 北区 成 那你在这儿等我 然后外面下雨呢 你别着凉了 等我啊 北区啊 好 清子 怎么在这呢 没临时吧 我在等你 我也不是完全不上个人意的 好不好 那个冰淇淋应该没话 赶紧吃吧 等会儿 你点你从那边点东西 别动别动 我帮你点 什么东西 别动啊 亲子 我刚才不是买那个冰淇淋排队吗 看见这个了 别特吃个你就给你买了 给你带着 是吗 赶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